這台輔車相依有五大特色 第一點 它無論怎麼推都不會青島喔 就算放手也是一樣的 我們作品的第二特色就是防飛揚 來我們請看這位同學示範 你看這位同學怎麼跑 它都不會灑出來呢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啊 這是我們讀人車的第三天使用 它不但適應力加任何機器 都可以使用一些男女老少皆可以喔 跑起來跑起來 小樓梯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呢 這是我們的第四特點 防飛揚防滾落 讓我們來測試在大風中 傳統型獨人車的效果吧 Let's go 接著我們來看改良式獨人車的比較吧 Let's go 第五點特色 倒出物品時更加便利 倒出物品時具有兩點支撐 在石油上更加便利喔 也不會磨損前方車斗 好 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可以幫我們做一下獨人車的使用測試嗎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走人才這邊 我們現在下場測試的是普通的獨人車 OKOK 那我就這樣推過去就好了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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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走一段小距離喔 可以可以可以 欸先生先生你好嗎 我可以可以可以 稍微一點靠近 先生那天巴子可以再用自己一點 大家需要多久 差不多10秒就好了 OKOK 這是我們測試我們的獨人車 那大概要怎麼使用的 就是推 推一個幾步就好了 有點不穩欸 有點不穩嗎 先生 這個這個這個好像會倒咧 要不然我們來試用我們改良的獨生車好不好 好啊 那我就一般的車齁 一般的車齁 還有擋住欸 就是說 這個支架確實有它的功能 確實有它的功能性 偏側偏都沒有問題 真的是太厲害了 謝謝這位先生的講評 先生那請你試用一下我們改良的獨生車可以嗎 喔唷唷唷唷唷 我要走這個最奇蹊的路段 哇 沒有倒欸先生 奇蹟啊 沒有它不會倒 厲害厲害 我們謝謝這位先生 這設計蠻厲害的 這不錯欸 有兩隻的側柱 我不錯 我跟機車一樣 OKOK 欸先生那個 請問你們覺得兩台獨生車使用起來有什麼差距呢 呃 你們覺得有側柱的使用起來較為方便 對不對 沒有側柱的 有時候可能腳歪到 就可能會整台車都翻掉 然後東西 東西全部都會倒出來 就要重減 會浪費時間 那你們選人覺得這側柱的功能 1到10分會給幾分 個人覺得可以給到9分 差不多8分左右 蠻方便的 了解了解 謝謝兩位先生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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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